文童不分年齡 要有健康的身体 持续文童是最重要的 日空2021年第十八次 全国上签丁建国质金标赛 24号跟25号在中华管理体育党来纪兴 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外国选手没有来到台湾 但是又是有在台湾做工作的5位外国选手 以及台湾四十八的单位 将近六百万名的对志愿来报名参赛 想说人一定爱领劳 就算是90岁 也许可以参加运动比赛 这种证实让人是很配合 日空2021年第十八次全国上签丁建国质金标赛 24号开始在中华管里体育党党 有来自北中南、贵党、新积有美国、澳洲、日本、韩国 党党的选手来参加比赛 全国上签丁建协会理事党黄俊林标识 外高楼就要等高楼 中华管更是全国当书官 希望将全民运动风气 提供到高革练组 这个学会就是鼓励大家爱听听的运动 今天我们长青田径会 特别一回来彰化来举办 也非常感谢我们王县长大力的支持 更感谢各位各界的对长青的支持 那我们是以老五老一人之老的精神 来为我们所有的高楼运动选手 来这个举办这样的比赛 那我们现在我们总会也已经将近达到2000人 那目前今天最高年龄是95岁 跑100跟800公尺 那我们现在这次的国际警告赛 我们有来自美国 日本 香港 新加坡 澳大利亚 这五个国家 当然疫情的关系 他们都是在国内的在地工作者 也是对运动非常有嗜好的人 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那我们的这个选手 都有参加亚洲杯 及世界杯的比赛 都会有非常亮丽的成绩 那我们希望有拥有这个平台 让这个爱好运动者 能够有一个平台 来这里做最好的运动 代表中华官 今年已经高载离回参出张秋 冬天的比赛一定会参加 今年更是保命跳远 一百公尺 铁饼和牵球 爱运动的一共 运动才能够重复 那我们希望所有参加 今年几月了? 九十几月 你怎么说要继续运动 你觉得运动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 运动很好 怎么说? 才能长寿 长寿喔 所以每天都运动喔? 有 第一次参赛的参出当中 也还有一位是来自澳洲的参出坤里文 他也是给林坤林的爸爸 他是参加八百公车到五千公车比赛 虽然他已经六十多月 但是他也是没放弃运动 这还能有健康的身体 新中华新闻北边林中华 彩虹伯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